大航海时代的强国如何走向衰弱 再来聊聊大航海时代崛起的两个国家 西班牙和葡萄牙 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属于欧洲的边缘 人口不多 地方不大 但是在16世纪 那时生机也勃勃 野心也勃勃 他们通过大航海 打通了东西方海上交通线 开拓出南北美洲两个大陆 把全世界联为一体 创造出两个庞大的帝国 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要知道 15世纪时的葡萄牙 人口只有100万左右 本身也没有什么重要资源 经过大航海 葡萄牙却演变成庞大的帝国 版图从南美的巴西 一直到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 称霸印度洋 一度垄断了全球的香料贸易 西班牙的国力比葡萄牙大得多 虽然起步稍晚 但帝国的成就比葡萄牙还要大 这就要说到两个人 科尔特斯和皮萨罗 他们只率领少数部队 就横扫中美洲和南美洲 征服了人口数百万的印第安人国家 简直是奇迹 巴西以外的整个拉丁美洲 都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西班牙语和天主教文化 传不到整个大陆 可是 咱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 先胖不算胖 后胖压倒塌 莫过多长时间 这两个国家就被后起的 英和法德等国家超过 到了今天 西班牙 葡萄牙顶多也就算欧洲的 二三流国家 兴起的那么快 摔落的又那么快 为什么呢 先说葡萄牙 它的问题比较简单 就是国家太小 人口太少 虽然建立起了横跨几大洲的帝国 但毕竟力不从心 小小的葡萄牙必须同时向东方 美洲和非洲派遣兵力 控制地盘 即使是几千人的伤亡 对葡萄牙来说也是重大损失 比如1514年 葡萄牙人在北非的据点 被阿拉伯人攻陷 全城居民几乎被杀光 葡萄牙就只好放弃北非 这是葡萄牙帝国衰落的开始 到1578年 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 还想最后搏一下 举全国致力组成 十几万人的大军进攻摩洛哥 结果惨败 一半军队丧生 国王本人也阵亡 葡萄牙从此元气大伤 1755年 里斯本大地震 对葡萄牙的国力也是重大打击 地震之后的火灾 把里斯本全城烧毁 死亡人数高达10万人 葡萄牙著名航海家 达嘎瓦的详细航海记录 就是在这次火灾中被烧掉的 葡萄牙帝国从此一蹶不振 相比起来 西班牙帝国的衰落就更值得分析 因为西班牙的国力比葡萄牙大得多 不是几次小灾难就能打击的 一定另有原因 现在看 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在征服美洲殖民地的过程中 传播天主教是西班牙人的主要动力之一 宗教的狂热让西班牙人干尽十足 不怕艰难险阻 建成了庞大的帝国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西班牙人更加坚持狂热的信仰 十五世纪以后 宗教裁判所在西欧其他国家区域衰弱 但在西班牙却不断强化 各大城市纷纷建立宗教法庭 西班牙统治者把镇压异端 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任务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 活活烧死三五千人 烧库刑和福苦已超过三十万人 被流放的更是高达五百万人 整个西班牙国家都陷入宗教狂热 不能自拔 国家 社会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是他们对财富的处理方式 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就是掠夺金银 他们也确实从美洲得到了大量的金银 整个殖民地期间 西班牙从美洲掠夺走了 二百五十万公斤黄金和一亿公斤白银 这么多钱 得来又这么容易 简直就是打开水龙头 直接拿筒接着就可以了 比如一千五百一十五年 当时西班牙在雅买家的总督 连总督也不干了 淘气雅买家也要跑到大陆上去挖金子 那后果是啥呢 就是和直接获取金银相比 任何生产活动都太艰苦 太漫长了 有了金银的西班牙人 就有大量的消费需求 但本国生产根本无法满足 怎么办 两个办法 第一是引进劳工 第二是进口 当时在西班牙国内 从事生产劳动的往往都是外国人 大部分的木匠 尼瓦匠 石匠 巨胜工 都是法国人 精英食品 羊毛 铁骑的 是热纳亚人 十七世纪中期 锦瓦德里就有四万外国工匠 西班牙本国人宁可受穷 也不愿意劳动 就算工作 他们也要找轻松的行业 满足于少干活就能糊口的生活方式 于是 在西班牙 葡萄牙滋生出一种被称为伊比利亚文化的观念 这种观念热衷响了 比试生产 歧视劳动者 追求奢华 追求娱乐 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反生产的文化形态 前几年 巴西中央银行行长海凯探说 我们指巴西人恐怕很难摆脱伊比利亚文化的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财富效应的红杏出强 刚才说到西班牙人满足自己消费 还有一个途径 就是进口 从哪进口 从当时手工业比较发达的荷兰和英国 1675年 一位西班牙人得意地夸耀说 让伦敦满意的生产纤维吧 让荷兰满意的生产条纹布吧 让佛罗伦萨满意的生产衣服吧 让西印度群岛生产海里皮吧 马德里是所有议会的女王 整个世界服侍她 而她不必为任何人服务 结果 荷兰 英国的手工工厂迅速兴旺起来 西班牙人从美洲弄来的大量金银 但只是过路财神 荷兰 英国却成了最终的受益者 他们的生产发展起来 在生产的推动下 迎合两国的政治持续改良 最终成为真正的强国 后来居上 你看 财富这个东西 其实是有两副面孔的 来自美洲的金银 在西班牙只是用来消费的金钱 但是在英国和荷兰呢 财富转化为投资 成为发展生产所需的资本 当财富只是金钱的时候 消费完了就完了 什么也没有留下 而当财富是资本的时候 它就像血液一样 在整个社会的体内流转 不仅生产出新的财富 而且还养活了大量的人口 不仅养活大量的人口 还让这些人参与广泛的协作 建构起有活力的社会组织 不仅有广泛的协作 还在为整个社会积累知识和制度环境 最后才是国强民富 这就要说到我们中国了 前些年有一个主流的声音说 我们中国虽然是世界工厂 但是干的都是苦活 脏活 累活 利润还非常微薄 我们生产的东西 飘扬过海到了美国 美国就印点花花绿绿的美元给我们 我们还要把美元 再去买美国的国债 到最后 其实是空芒一场 是空芒一场吗 当然不是 这些年我们亲眼所见 中国制造从只会生产贬塑料盆 衣服 袜子 到建立起空前强大的生产体系 几乎什么都能生产 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化成了工业人口 参与到全球的协作链条中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财富效应 当然美国并不是西班牙 但是几百年前的那一幕 确实也在以另外一种形式上演 有人快乐地消费 有人辛苦地生产 消费者拥有现在 而生产者拥有未来